诈其通气犯跟女友入住饭店碰上远景领检 生怕自己被抓之后 没有人照顾女友竟然从二楼跳到一楼落跑 还是被远景追上压制 然后从远景口中得知 27岁的女友竟然是毒品通气犯 当场惊呼 原本警方就是冲着她的女友而来 结果男子为爱跳楼不打自招 无奈的说早知道就不跳了 麻烦配合领检 衣服穿好了吧 警方来到饭店有领检 门不开就是不开 下一秒两声碰碰 住客跳楼落跑 远景二话不说随即转身吓了追人 男子遭通气光着脚压 被远景压制在地 没想到连他的女朋友也是通气犯 原来张欣男子因为诈其案被通气 听到远景上门连检 就怕自己被抓 让27岁女友孤独一人没人照顾 情急之下为爱跳楼 没想到女友近视毒品通气 让张欣男子惊讶无奈的说 早知道不跳了 是他自己也通啊 对 小心小心 你就那么傻啊 接货有通气犯入住饭店的情职 在两人身上超过毒咖啡包 及K盘等证物 原本远景接货情资 就是要来抓毒 没想到男子为爱跳楼 不打自招 这下也让警方一键双雕 谢谢张欣男子 台中 双雕 谢谢张欣男子